3 2 1 正式啟用的就是赤字7亿元 北台中含金量高的 豐源转運中心 卢秀燕亲自主持 豐源转運中心 在今天完工啟用 啟用典礼当天是9月9号 两个月过去了 市议员候选人欧美春 仍站在转运站的后车席 后方架起围离 另一边还是工地状态 这一天已经是11月12号 重回现场之急 包厂在后车席清洗地板 启用后转运中心 一楼是这样 再到二楼必须招商的空间 门板紧闭 暂时不对外开放 是有点急了一点 慢慢的改善 我觉得是还不错 11月26日就要投票了 为了选票 我觉得卢市场有点急 第一阶段包含转运中心 行车场与于在9月9号启用 卢秀燕没有亲自回应 透过市府官员解释 风源转运中心是分阶段启用 同样遭到质疑的 至少有四篇一颗星评价 这是台中西屯的西大敦 儿童运动中心 也是刚启用就引来骂声 卢市长不要在选举前到处赶开工了 为了选举作秀交差了事 我们又将要求委外营运的团队 依照使用者的需求 以及儿童运动来作为调整 就会让人家觉得急就张 让人家觉得是不是因为选举要到了 所以急着要赶快来启用 拍板决定启用的关键 相关单位各有解释说辞 并非采取一次到位的做法 使用者都看在眼里 三连星用将军让张军动 太中采访不到